好,继续来关心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的成员 谢国荣、张美慧、郑宝秀、DBCLine、林元傅、李正文等议员 考察花莲市自由街智慧停车场设置的成效 那么谢国荣议员就建议了 这个智慧停车柱设置应该要考量使用率 那么停车场应该也要有巡查人员随时来检测 那么停车柱的周边应该要明亮干净 颜色要鲜艳来融入地方的文化特色 花莲市区自由街停车场本来是国有土地 因为常年被花莲县政府规划为收费停车阁 经国产署协调后 目前已完成土地剥交程序 县府重新划设109个停车阁 导入停车收费服务智慧化 在建设处这里要请厂商 在给大家使用的这个宣导 到底要怎么使用 那停车柱它的功能 它可以怎么样的缴费 这些应该都要很完整的给 乡亲给民众知道 以免发生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要赶快去缴费 那可能预期了 可能会被吹缴 或者甚至要接受罚款这些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在民众对这个停车柱 在花莲 那目前可能像自由街的这里 有100多个柱子 那停车柱的这件事情上 可能大家停车进来 会不会有碰撞到的这个问题 也请他们应该要加强夜间的 一些可能反光条的一个增加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 因为它这个是用QR Code来付费 如果现场付费就是少QR Code 但是QR Code会不会有被 可能不孝分子或有心人士 去访冒或是诈骗 这个也要请他们要多增加 这个防范措施还有宣导 其实停在哪个车格 就是像我们刚才只要刷QR Code 是你的车号 其实知道你说你的车子是在哪里 对此张美惠议员也希望花莲县政府 要求厂商多进行宣导 让民众了解如何使用 如何缴费 避免发生民众不知道如何缴费 或者没在期限内缴费 而面临催收或是罚款 民众在离场前手机扫描 停车柱上的QR Code 就可以上网支付 张美惠议员也建议 自如街智慧停车场示范区 应加装夜间反光条 以避免发生夜间视线不明 驾驶行经造成危险 以及停车场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付费 会不会被不孝分子或有心人士 拿去仿冒或是诈骗 也请县补或者是业者 要多加防范以及宣导 记者凌杰 花铃市采访报导